沒中 擔心的是你中啊 不是你的強迫症啊 現在就讓你的邊好好發揮 因為現在 你的雷姿看起來很無敵耶 現在想打團的是G2 G2的角度就是我一定要打一波團戰 讓球女跟牛可以發揮 然後包括 鱷魚這個出裝也是來打團的 但 DWG 會不會給這個機會就很難說了 我剛剛看了一下 在中路跟下路的部分 carryway都輸了一千多塊錢喔 這凱撒感覺很久沒補妝了耶 這凱撒 他回去補個 他會不會穩一點 今天蠻多凱撒會直接第三件 不是出攻速裝 對 直接出金人 都很穩 打的是比較保守比較穩 他輸了黃雙刀 哇 可是他跟球女的裝備差好多喔 嗯 球女到現在還是一個盧燈回營 兩件半打一件 感覺應該是沒有補點裝備吧 他應該也最多補半件裝 200之兵應該是可以再補一件 呃 就是 就像你講的半件裝 對 半件裝 球女這邊應該也會往黑書去出 可是 現在跟這個凱撒的裝備差距是 真的差蠻多的 然後再來是邊線已經兩條路 一條失手 一條只能持平的情況下 對於 G2很烈 因為尤其是雷茲這條線 當他解放的時候 他的大決資源 是 呃 他的可能性很多 我可以單打邊線而已 我不打環章 或者是我一個轉線 去壓你的中塔 開大體直接吃巴朗 也不是沒看過 球女欸真的欸 補了一個 惡魔法典 沒了 沒了 900塊錢 就這樣惡魔法典 補個CTR 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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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這個 大概也是要先出到驚人嗎 還是女妖面殺呢 我覺得女妖面殺比較有機會 因為你按了驚人之後 你也 就有點 有點尷尬 你也沒機會發揮 但 你至少出一個 女妖 你躲掉雷歐娜的大決 那你有閃的話 至少也比較好躲 紐哥裡進場嘛 你出驚人也沒有 你驚人一小時 你要死 但其實我覺得這也不能怪 欸 這裡是抓球 又來抓Percs了 Percs趕緊加速 又沒拉開 死面埋伏 跑掉了嗎 我扭掉 再用個閃線扭掉了凱撒W 不然就要被飛過來 暴揍一波 死面埋伏 到處都是敵人 到處都是危險的 路上的路 真的是不敢亂走 下一波沒閃了 要怎麼跑 這樣子其實 會限制Percs他不能出來吃冰 因為其實 剛剛那波兵線 他已經沒有打得很深了 但對方直接這樣硬抓他 他等一下沒閃 他被抓到的話 就 基本上一定倒 傑西也是 看起來要再出一件黑切喔 黑切 可是他這個樁也卡了 嗯 算是他 就是被凱撓這 有點拖住了 蜘蛛是農得不錯啦 但他也是在補了一個驚人喔 嗯 蜘蛛農得不錯這句話 聽起來就是怪怪 就是 欸這個蜘蛛 欸你不是Gank不錯喔 你是農得不錯喔 這個蜘蛛 哇 法語真好耶 爸 不講我以為你是九筒 但不會贏 中路看起來有機會來開一波 嗯 不太能壓他 因為唯一能夠點塔的是傑西 但傑西也算是偏手長 這邊真的要壓 第一個是他們並沒有Nugren的位置 這個真的衝進來是會爆開的 他剛剛的確是想要繞右後方 但還好也是紅眼抓到 這個G2在視野的部分呢 還是有做到該盡到的責任喔 鱷魚補出了黑